人生有长有短 但是如果你有它呢 就活到永远 人生万变 但是耶稣的爱是永远不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平時很喜歡看書 有一本書我真的覺得是百看不厭 每一次拿出來看都會發現 它有不同的感受和跟我說的不同的東西 這一本就是《聖經》 為什麼我喜歡看呢 因為裡面的人物很多時都會好像一面鏡 在照我自己 譬如像門徒和耶穌在海裡很大浪很大風的時候 我就正正好像門徒一樣 即使耶穌躺在船上 我仍然會很擔心很騰雞 會不知怎樣面對 但耶穌在這裡 仍然是很多自己的恐懼走出來 最近我又看到一個人物很像我 這個就是薩瑪利亞婦人 以前我看的時候 我只會覺得 她就是一個結局很多次婚的女人 但最近我有一個新發現 這裏就是我從幼稚園開始 一路讀小學 讀到中學畢業的學校 學校對我的影響很大 尤其是在我童年的時候 我覺得學校是我生活裏面最快樂的時光 我在學校 雖然讀書就不是一個高材生 絕對不是 但我很喜歡留在學校的 我會參加很多活動 譬如我會唱師班 我會打球 我會參加很多學校的比賽 總之每一天都希望我的時間 盡量留在學校 留到有這麼晚才回家 為甚麼呢 因為我小時候 不太喜歡我現實的童年 我小時候是一個破碎家庭長大 從小到大都未試過和爸爸媽媽一起住 所以我經常都會覺得自己 有別於一般的小孩子 像是很正常的 小朋友平時會做那些看卡通片 玩玩玩具 倆買公仔 這些行為其實我都沒有 我小時候就要做很多家務 看爺爺媽媽看的電視劇 所以我很容易就會有一種自卑感 又或者會很羨慕一些同學仔 或是同齡的小朋友 譬如家裡會讓他們學琴 如果功課不好會有補習先生 甚至不可以去外國讀書 所以我很小時候已經 時時和我講會鼓勵我自己 其實我都可以和他們一樣 我都要正常 但前提就是 我一定要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我將來一有機會畢業 就立即要離開家 遠走高飛 用最快的時間可以獨立 去建立一個我自己的家 所以一畢業 我就第一時間想到 要進入一個最快賺錢的娛樂圈 我和文女是幾歲已認識的 我們是小學一年級 一起上學 一起同一間學校 直至到中學畢業 都是同一間學校的 她小時候是因為家裡問題 她其實都很獨立的 比起一般同年紀的小朋友 她很多時候都很有自己意見 很堅持 其實我覺得和我們有一點不太相同 娛樂圈給人的感覺 就是多姿多彩 遍地黃金 很多誘惑 亦都是人心目中的一個大染缸 所以我初初入行的時候 的確是很不適應 而且都有點害怕 不過到現在 我都覺得很感謝我自小的時候 家人幫我選了我這間學校 因為在學校裡面 我就已經認識了基督 尤其是我當時是回學校的一個團契 叫做協剛團 我其實都不知道我什麼時候相信 不過我在我的童年 覺得很孤單 或者有時候覺得很沒有人明白 又或者有些寄人離下 覺得自己很可憐的時候 我心裡就好像有個小天使 他會出來安慰我 會支持我 會告訴我 OK的 你好好的 這樣 而這個小天使 他一直陪我 陪到我入娛樂圈 他都在這裡 你知道 在我們的行業 其實有很多事情 你必須要去追求 或者追隨 例如 你要紅 你要賺錢 要明白 要利 要成為萬人景仰 要打低別人 自己才有機會突出 其實有很多這些誘惑 我都不知怎樣選擇 每當我站在十字路口的時候 很掙扎 我究竟怎樣做才是對 怎樣做 我就會變成這樣 去到這些地方 就特別令我想起 我真的很像那個 耶穌問她 拿水喝的薩瑪利亞婦人 新約記載 耶穌曾經經過一個叫做 薩瑪利亞的地方 在一個井口旁邊休息 忽然 有個婦人來打水 耶穌見到她 便問 請你給我喝水 婦人覺得很奇怪 因為猶太人很討厭 薩瑪利亞人 為何這位猶太人 竟然問她 拿水喝呢 耶穌便跟她說 如果你知道我是誰 你就反而會求我 而我亦一定會賜活水給你 而這位曾經結過五次婚的婦人 就是因為這次對話 令生命徹底改變 我想如果大家有聽過 薩瑪利亞婦人 遇見耶穌的故事 對這個女人最深的印象 應該是她結過五次婚 有五個丈夫的女人 一個這樣的女人 肯定是一個滿足不到 很執著很堅持 一定要得到一些她想要的東西 所以才會結完又離 離完又結結完又離 甚至不介意世俗怎樣看她 我在她的身上 我都見到一些我自己的東西 只不過我選擇去追求的是 愛情 才華 物質 成功 甚至很想擁有一個我想要的家 我記得我剛入行的時候 其實上天真的很眷顧我 我一開始已經做主角 當時的我當然是看到自己 前途一片光明 但我真的沒有想過 原來做藝員是很辛苦的 我頭五年的生涯 其實就是不斷地 日接夜夜接日地 在片廠那裡度過 幾乎是沒有了自己的生活 沒有了家人朋友 很多事情都要犧牲 其實我的心很矛盾 原來追求成功 是要這樣去付出代價 但我別無選擇 所以我唯有繼續這樣走 但在當中 我有時又會發現 其實做我們這行是很被動的 今天可能有公司捧你成為主角 但不知何時他突然捧下一個 又或者觀眾已經不喜歡你 其實你可能隨時一無所有 那在那個時候 我就發現 既然隨時會被人選 不如我自己選擇 我的人生 所以就在我如日當中的時候 我決定向外國讀書 我希望可以進修自己 將來可以選擇自己 可以過的生活 我一開始的時候 是讀Marketing 後來我就轉了去讀室內設計 那我在學習的過程裡 我發現原來做一個大學畢業生 可能出來賺的錢 都是很少 那我一方面那幾年 有很多的生活費 和學費 令我花了我畢生的很大部分的積蓄 但是如果我畢業之後 都不是那麼容易賺得回 那又怎樣呢 其實都不是很穩陣的 那我那種居安私藝的心態又出現 所以在我都未拿到學位 之前我就已經有決定 不如我回香港再拍一陣戲 賺點錢再繼續 再繼續 這段經文 是在這個故事裡 我覺得最好的一個應許 因為其實 我想我從小到大 都有很多很多的想要 渴望 慾望 甚至理想都好 遲少都以為這些東西 如果努力到追求到 我就會滿足 或者我就會覺得好幸福 但往往都令我很失望 這句經文正正就是 原來我們心裡真正渴望的東西 其實是無法在外在找到 而得到滿足 原來耶穌早就告訴我們 你離我那裡 你要喝我的水才不渴 早點知道 我就不用那麼辛苦 繞這麼大個圈 仍然都是好渴 不過人生真是很有趣 不是我們計劃好 就會跟著不斷發生 當我心想回來香港 就是儲回一些學費 以至於移民 居然出現了很多 想都沒想過的好劇本 和好角色 接著還得到 亞洲電視的高薪刮角 所以在那個階段 拍了兩年裡 拍了二百多集劇集 第一次 經歷到原來做明星 真是可以很容易賺到錢 我當時的心情就是覺得 我終於都得了 我熬了那麼久 辛苦了那麼久 終於都應該去到 我自己認為的那個成功 當時我的心態 簡直好像一個步伐戶一樣 等了很久 我看到漂亮衣服又買了 名牌又買了 我喜愛的車馬上賣 去旅行 想都不想要多少錢 我一直都以為 我終於可以做到這樣 應該是我人生最快樂的時候 但真的很奇怪 原來可以這樣的時候 我又不覺得真的很滿足 那怎麼辦 我覺得她以前很緊張錢 因為我和她小時候 都不是說很有錢的家裡長大 所以她做事 其實她因為很幸運 第一套已經做女主角 拿到名和利 慢慢開始在她事業上 有一個很大的發展 她那時候看錢是很重很重的 我未說過我自小 就很渴望有一個屬於我自己的家 所以當我遇到中環這間屋的時候 我深色情覺得 我看到我將來老了之後 可以很安安樂樂 安享晚年的一間 夢想屋的dream house 就出現了 所以當時我把我生平儲落的錢 一鋪過 想都不想就用來買了這間屋 本來我想這是一個很美滿的結果 但我真的想都想不到 原來我最大投資的一次 就正正遇上九八年的金融風暴 所以所有的東西 就在一件金融風暴的事件裡面 什麼都沒有了 在那時候 很多我從來都沒有做過 或者不會做的工作 為了要填那個負資產的錢 我都要做 譬如我會去到一些很雜的地方 去做show 登台 譬如我很怕別人不找我做事 所以我天天都會化妝去見報 去出現 去做紫上明星 有時候想一下 剛剛好像很本末倒置 以為拿著一間屋 就是一個最安全感 最有保障的東西 原來都是公規一軌 我為何要這麼出力去找安全感呢 其實在我心底裡 我最缺乏最需要的是愛 因為我自小就覺得 我好像是一個不被愛 又或者甚至不被接納 不值得被人愛的人 所以當我長大的時候 我覺得 我可以用拍拖 用戀愛去證明 其實不是這樣的 我是可愛的 我是有能力愛人的 我是值得被人愛的 不過往往在這些 亂找的愛情裡 我會錯很多 很容易會愛上人 亦都很容易會非人 感覺來得很快 亦都走得很快 在那麼多錯誤的愛情裡 最後我的感情生活 都是一塌糊塗 我還記得曾經有一個男朋友 她跟我說 在我分手的時候 她說她發現 我原來是一個 根本完全不知愛為何物的人 這句說話其實 對我都幾大打擊 不過亦都有點醒到我 我本來是打算用愛情 去填補我這個愛的缺口 但最後 反而我令這個缺口越來越大 我人生傾盡全力去找的 成功、才華、家、愛情和物質 我發覺原來 當我擁有的時候 我又不滿足 但當我所有東西都沒有了的時候 我更加不知怎樣算好 我想我走到那個階段 我真的很迷失、很混亂 甚至我簡直覺得是沒有了 我亦都用了我畢生的能力 出了我最後一口氣 其實我都把握不了任何東西 在那時候 我突然想起 我可以找回她 那個自小在我很孤單的時候 一直陪著我的小天使 所以我打電話給我一個圈裡的基督徒朋友 我跟她說我想回教會 我很想找回耶穌 當我再回教會 我第一個參加的活動 是藝人之家舉辦的退休會 居然這個退休會的主題 是叫做迷戀 簡直好像為我量身訂造 當頭棒渴地告訴我 你之前用愛情 用談戀愛去找的那些愛 其實全部都是假的 都是無容無補於事 然後到我在藝人之家上茶經班 剛開始了一段新的章節 就是傳道書 我簡直覺得 主耶穌是很幽默 他用這一卷書 完完全全地解釋給我聽 我之前不斷在兜兜轉轉去追求的 那些名利、成功、物質 這些原來 聖經已經告訴我 是虛空 唯有能夠填補我心靈缺口的 原來只有耶穌的活水 耶穌跟薩瑪利亞婦人說 她所賜的活水 可以令人永遠不會學 之後耶穌叫婦人帶上丈夫來 一起分享活水 但是婦人說自己並沒有丈夫 耶穌就說 沒錯你曾經有過五個丈夫 但是 就算現在跟你一起的男人 都不算是你的丈夫 婦人很驚訝耶穌竟然這麼清楚她的處境 難道她是先知 之後婦人和耶穌繼續討論信仰 最後耶穌亦表明 自己就是救主基督 這次相遇之後 婦人回到所住的鎮 將遇到耶穌的經歷 與所有人分享 因為我是一個 甚麼都要去到盡 甚麼都要做過我才深色的人 一直下來 好像很風光的我 其實結果是一敗塗地 在這樣的境地居然有耶穌在等我 他不單止扭轉了我以前的價值觀 他還讓我看到很多聖經裡的應許 譬如聖經告訴我們 跟著主走路是輕省的 我越交給主 耶穌原來會在我四十歲之後 再次祝福我的事業 更上一層樓 當我再有機會紅的時候 我再不會像以前那樣 飄了上天 或者又拿錢去買甚麼 來填那些不被滿足的部分 我不需要再去不斷拍拖 去戀愛 去找一個人來認可我自己 其實是值得被愛的 因為神已經很愛我 所以我還要有多餘的力 去修復我和我家人的關係 是 我相信如果我的生命 不是再重遇耶穌的話 我相信不會有這樣的 等世民坐在那裡 我會覺得他的轉變 不是一試過信主前信主後 而是他一直在生命歷程中 經歷了每一次經歷神 他又會長大一些 每次經歷神長大一些 但他一直沒有改變 就是他的性格上的堅持 但他以前的堅持是比較負面 還有自我堅持 堅持自己覺得對的東西 是信了之後 他的堅持會是 關於神那方面 他對信仰的堅持 這個是很明顯的 他把他生命的 真正的以前那一面 他一點都不羞恥的 他敢講出來 他以前怎麼壞 他說我就像垃圾桶裡的垃圾 我是垃圾 但是神卻不但幫我的垃圾倒空 而且讓我這個垃圾 變成一個價值 所以這個是讓我很感動的 其實現在的我 已經是覺得所有的東西 我都很信得過神 是會為我預備的 不過在我自己方面 我當然還有很多弱點 所以我希望大家 有兩樣東西為我代討 一樣就是 我希望以後我可以做到一些作品 是對這個社會有貢獻 但是我可能能力很小 希望你們為我祈禱 我可以克服到很多困難 去將這件事做得更好 第二樣就是 我希望在我人生裏面 如果有機會遇到真愛的時候 我可以勇敢去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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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希望你擋不穩 我可以勇敢去愛 我aja 今天要是你 現在的想法 可會得住 穩住去 從人看不了 怨人著光照 明瞭眼中的愛 會否到大著真愛 這真愛 是夢間算的愛 一實傾心真意 可會是門陪飄良證據 只盼待某天得住確據 《滴滴恩羽》 滋潤普世華人心靈 《恩羽之聲》 以世界各地華人 經歷耶穌基督 帶來生命改變的真實故事 透過全球電視和電台廣播網絡 還有電腦互聯網廣傳福音 亦以生命關顧電話熱線 幫助有需要的人 我們的事工很需要你經濟上的支持 就讓我們繼續為福音齊心努力